据乌美乌克兰国家通讯社8月13日消息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斯尔斯基在社交媒体上表示 尽管战斗十分艰苦 但是我们的军队仍然在库尔斯克稳步推进 目前已经控制库尔斯克74个定居点 而在8月12日的消息中 乌军在库尔斯克行动中已经接近控制1000平方公里的俄罗斯领土 其中包括28个定居点 只是时隔一天的时间定居点就增加了46个 可见乌军的突进速度以及俄军的防守拉跨 同一天美国负责欧洲和欧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奥布莱恩已抵达乌克兰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 欢迎奥布莱恩重返乌克兰 他的返回也是在表示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不会改变 而美国参议院代表团共和党议员格雷厄姆 民主党议员布鲁门撒尔在8月12日访问了乌克兰 美乌双方讨论了关于加快F16战斗机投入战场的事宜 此次乌军针对库尔斯克的突然袭击 对俄罗斯来说是一次巨大的失败 用损失惨重来形容都不为过 而据俄美今日俄罗斯电视台8月13日消息 联合国已经表明立场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 已经要求莫斯科尽快进入库尔斯克地区 以核实乌军入侵后所犯下的罪行 同时俄罗斯人权专员莫斯卡尔科瓦 呼吁联合国谴责乌克兰的恐怖主义 以及对俄平民的人权侵犯 库尔斯克州代理州长斯米尔诺夫表示 截至目前至少有12名俄罗斯平民遇难 并另有120亿人受伤 其中还包括10名儿童 斯米尔诺夫还表示 目前边境地区已有超过12万名居民已经撤离 而欧盟的态度更是让俄罗斯人愤怒 欧盟最高外交官勃雷利 首次针对库尔斯克袭击发表讲话并表示 欧盟全力支持乌克兰武装力量 对俄罗斯库尔斯克的入侵行为 勃雷利已经同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列巴 讨论过库尔斯克 勃雷利重申 欧盟将会全力支持乌克兰人民的战斗 直到取得胜利 参与入侵库尔斯克的乌军表示 此次入侵库尔斯克就是为了争取与莫斯科谈判的筹码 以及缓解顿巴斯前线的压力 但是不可否认 俄罗斯总统普京 依旧是世界上最出色的政治家之一 只是一个人的出色 无法让一个国家走向强大 俄罗斯人才凋敝 是不争的事实 否则也不会出现现在如此胶着的局面 俄乌冲突已经陷入长期消耗战 战场胜负将取决于谁无法投入更多战争资源 处于战场最前端的库尔斯克 居然可以被乌军长驱止入 可见俄军防御能力之低 如果战争未来走向全面冲突 最危险的地方可能会是远东地区 俄罗斯国土面积实在太大了 以现在的国防经费 根本无法做到全边境线的准确态势感知 做不到就会出现很多漏洞 漏洞如果被敌人发现 而且不只是一个 那将是致命的打击 其次 俄罗斯人口只有1.44亿人 而且人口分布呈现不均匀特点 人口主要集中在南部和欧洲地区 而远东地区人口稀少 只有大约800万人 但是远东地区面积达到621.59万平方公里 人口密度仅为每平方公里1.14人 而中国全国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146.8人 差距显而易见 未来如果美俄直接爆发军事冲突 俄罗斯远东地区如何防御 如果每日在远东地区实施登陆计划 况且俄罗斯和美国阿拉斯加最短距离只有3.8公里 这对俄罗斯来说才是真正的大麻烦 即使远东地区不是主战场 也够俄罗斯喝一壶的 其次 作为距离俄罗斯首都莫斯科 只有500公里的库尔斯克都可以被乌军轻易突破 相距5000公里至6000公里的远东地区 想必更不在话下 面对这种困境 普京该怎么办呢 其实 中国早已给出方案 那就是大规模开发远东地区 只要可以实现经济上的快速增长 人口也会随之增加 一旦远东地区人口得到增长 远东地区就可以成为俄罗斯的战略缓冲区 还能成为与美西方对抗的战略基础 那么远东地区如何才能实现经济快速发展呢 那就是加快中俄深化经济合作 共同开发远东地区 事实上 中国提出开发远东地区的计划 已经超过20年了 但是莫斯科对此一直兴趣不大 甚至担心失去对远东地区的控制 然而现在的形势 已经让莫斯科不得不向东看 否则欧洲方面的压力将会越来越大 另外 俄罗斯加强与中国在远东地区的建设 更有利于远东地区的安全 如果中国在远东地区拥有大量经济利益 中国也绝对不会允许外部势力燃殖 侵犯中国利益 中国甚至有天然义务通过军事手段 协防俄罗斯远东地区 如果20年前 俄罗斯可以同中国合作开发远东地区 想必现在深陷欧洲战火的莫斯科 也不会有如此大的压力 所以俄乌冲突形势越来越复杂 留给俄罗斯的时间真的不多了